請安 很高興我們在這個宜蘭又再次的見面聚會 我們都知道我們信主 我們是特別的 並不是靠外在的標新立立的外型 來覺得我是特別的 而是在裡面 因為領受基督的恩典 我知道我是特別的 特別是怎麼樣子 我們剛才讀的這一段經句 他很清楚的就怎麼樣 他很清楚的就表明說 我們這些信主的人的身分是怎麼樣子 還是有君主的信息的身分 那這一段經文怎麼樣 他也表明說 教會他的特殊的意味 他的使命是什麼 而是怎麼樣子 只有那一個信主的人 才有這樣子尊榮的身分在我們這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想一個問題 我們是君主的祭司 我們是被監水 但是我們今天早上來想一個問題是 信耶穌真正好嗎 信耶穌真正好嗎 我們來想這個問題 這個呢這個是大概 就是9月底10月初發生的 我也講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奧勒岡的社區大學發生的 校園槍擊案 那為什麼會被槍擊 這個凶險在槍擊的人要死之前呢 槍擊他之前都會問他說 你是基督徒嗎 只要回答我是基督徒的 就朝他的頭部一槍斃命 那如果回答不是的或稍稍猶豫的呢 就等到從他的腿部射擊他 所以造成大概20幾個人受傷 然後有10個人死亡 就連那個坐輪移的都不發過 那這個是今年10月初就會發生的事 那麼更在掉到更早之前的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也是同樣的 在今年的4月發生的 在非洲肯亞Galissa大學發生的 同樣都是怎麼樣子 都是這個 這一個案件是那個 他們說嗎 利亞的青年軍激進奮女份子 同樣後來也表示說 他只射殺什麼 他只射殺是基督徒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些人我們暫時來說 因為他們是死於殉道 我們可以說相比 第一個的 我們想說 第一個回答說 我是基督徒被射殺 他可能忽利忽徒的 就這樣死亡 可是第2個第3個第4個第5個 一直回應的話 我想他們在回答說 不是我是基督徒的時候 他們是帶著勇敢的 他們是帶著勇敢的 所以不是說信耶穌真正好嗎 那這是什麼 我記得我在9月的時候 9月10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講到說 我們講到德國的總理 維特爾接受難民 那其中有一幕 很觸目驚驚 就是有一個父親 他攜帶他們全家人 逃亡到歐洲去 但是就在那一夕之間 他的太太兩個小孩 就過世了 那那個3歲的小男孩 的遺體很震驚 整個社會很震驚 國際媒體 所以因為這樣子 難民潮這一件事情 開始引起在歐洲 在各個世界重要的遺體 那我怎麼放這個 來給大家看 我們知道 敘利亞內戰有很多人 逃亡出來 但是有一批人怎麼樣子 有一批人他們是 在反其道而行耶 我們在講難民逃出來 但是有一批人 有一批基督徒 反而怎麼樣子 沒有逃出來 在那邊受 在那邊服務 在那邊幫助他們自己的百姓 我們可以說 他是背起他們的十字架 像我們在這邊受洗 我們可能 我們在這邊受洗 我們可能說 你接受耶穌基督 做你生命的救主嗎 可是在中東 在伊拉克 在中東那個地方 他們不這樣子問的 他們受洗的時候 他們問的是 你接受為主而死嗎 你接受為主而死嗎 那我們說起來 這樣感覺是 同樣是基督徒 怎麼會差這麼多感覺呢 他們好像是外星人 不被理解的感覺 我們也是基督徒 好像 他們是不是比較 靈性比較高 或者是怎麼樣子 但是 我們來想說 其實雖然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安全的 我們沒有受到任何的 這麼像我一般的 考驗我們 但是 其實 卻有很多的試煉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這麼說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其實 有時候是等於 我跟世界 是有衝突的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中東那一期的基督徒 當他們受洗不再是說 你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嗎 不是 他們是要跟他們的環境去 有一個衝突 有一個抗爭在裡面 同樣的我們或許沒有 但是我們這樣 我們要跟我們環境的價值觀 我們的倫理道德 去做一個抗爭 當你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子嗎 本來沒有受洗還沒有什麼事 你受洗了 你要跟這一些東西去做抗爭 那我們今天 剛才我們讀的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從這個經文來去 去懷念他的背景 那些信徒他們遇到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 那些信徒他們怎麼樣子 他們遇到因為他們受洗 遇到鄰居的怎麼樣子 鄰居他們的環境 鄰居的鄙 鄙視他們 毀謹他們 甚至是咒罵他們 覺得他們是違反原本的傳統 你一旦受洗的時候 哇 那些人可能不再去參加原本的社交環境 或是原本的慶典 完全都脫鉤了 所以他們的鄰居會想要怎麼樣子 想盡辦法的想要把他們 拿回原本的主流價值裡面 他們都覺得說 你們這一群人是怎麼樣子 這一群離經看到的人 這一群邪惡的人 真的是社會渣宅 怎麼說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的奴仆的話 你在一個非基督徒的主人地方工作 他們是會帶來因為法律上的關係 他們會是受到威脅 受到逼迫的 我們在彼得前述的二章十八 二十一節那邊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這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在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明白怎麼樣子 馬上就可以明白 為什麼坐著會去說這樣子的話 說你們是被神拣選的 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國度的子民 因為怎麼樣子 而且應當要謹慎自首 約束自己的心 因為怎麼樣子 你不參加社交活動 你不參加慶典 這次你的工作場所 你的上司不是基督徒的時候 這顯示出很合一的感覺 所以那一群 彼得前述的那一群基督徒 他們會開始會去搖動自己的信仰 會覺得真是這樣子嗎 我們想說 有獨立思考的人OK 但是當一個氛圍這樣子包著你的時候 有時候從重行為 從重信仰 從重行為是可怕的 他們會懷疑他們的自己的信仰 就如同我們也一樣 我們可能是主在一個環境之下 我們知道我們有真理在我們裡面 我們也知道 上帝不喜歡我們做什麼事情 但是有沒有可能在拜公室裡面 我們可能就是遇到這樣子 哇 喜歡說閒話 或者是在不背 或者是在 有時候呢 這個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就是這樣講啊講啊講的 就變成是真的了 有沒有可能在辦公室的職場 有可能也會這樣子 假的就說成是真的 有沒有可能 有啊 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的 不用做拜公室職場 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 媒體的主流之下 有可能那個輿論的壓力 或是沒有經過真實的探討去 去根源於本源 很容易就這樣子 俄語當中 把假的說成是真的 沒有去求問一個事 事實的狀態是怎麼樣子 所以呢 我們知道上帝的真理 他們要我們做什麼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這個氛圍之下 這個聖經的作者 在我們剛才讀的 所說的 你們要做順利的兒 不要去效仿 從前愚昧無知的樣子 有可能在當中 你以前告訴他們 你以前過的是 怎麼樣子的生活 但是你現在 因為耶穌基督的恩典 使你得以來到祂的面前 就不要再過以前的生活了 以前那種搖蕩的生活 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 被上帝捡血的人 我們有君尊祭司的身分 你想說怎麼有可能 我有君尊祭司的身分 那不是傳道人 那不是長老才有嗎 沒有 上帝招你 你就是有君尊的 祭司的身分 不是因為你地位低 你地位高 每一個人 在神裡面都是君尊 和祭司的身分 只是你外面 披著是怎麼跑 你外面披著可能是 我是家庭主婦的身分 我是在教育界當老師的身分 我是在工廠上班的身分 所以要知道 我們外面的袍子是披著 這樣子在地上的身分 但是我的內裡是一個 君尊祭司的身分 我們可以說 成為基督徒 不是因為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的道德是高超的 我的靈性是好的 我有很漂亮的學識背景 背景在我裡面 沒有 而是因為上帝拣選我們 做分別為聖的工作 因為他的恩典 使我怎麼樣 是我可以典實成經 可以使我裡面有一個聖結 有一個屬他的樣式在裡面 不是因為我外在的袍子 我外在的內容 我決定 我是不是在上帝前的地位 是怎麼樣 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個禮拜 已經快要 這一年快要結束了 昨天我不曉得你們知道是什麼節日 昨天是萬聖節 昨天是萬聖節 這是你們的節日 昨天也有青少年團系的年輕人跟我講說 這是萬聖節他得了什麼什麼禮物 我說萬聖節 昨天對我們的信仰來講 昨天是什麼節日 昨天是宗教改革日 特別是我們是改革中的信徒 特別我們是改革中的信徒 我們不知道昨天是宗教改革日 那他是我們 我們暫時把它說 他是我們招攬為改革中的一個 遍遂罪 一個我們 除了馬丁路、路德之外 他影響我們非常深的一個人 他講的一段很有第一意思的話 他說誠聖不是在激功的 因為我們知道新教跟舊 舊教的差異在哪裡 誠聖不是在激功的 是因為我們與上帝的相與相交 是因為上帝的恩領 使我們可以成聖 使我可以跟隨他 所以從這樣子 我們就大概可以明白 怎麼樣子 不是我努力 我就可以聖節的 不是我努力 我就是可以是 好像是靈性比較高高超 並沒有 是因為基督的恩典 這位人對我們影響非常深 是因為恩典 使我們可以成神 若當我自己覺得 我怎麼樣子 我是怎麼樣 我很努力 我越接近上帝的話 我很努力我接近上帝的話 其實我已經不聖節了 因為怎麼樣子 我裡面有驕傲的心思意念 在我的裡面 我裡面有驕傲的心思在我裡面 因為我比別人會多說一點 有的人會多說你不會 那你就我比較我 比較接近神 天國離我比較近 沒有 他講的這句話 完全靠近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來幫助我們 羅馬書這樣說的 羅馬書說 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他就愛我 不是嗎 在我還不認識主的時候 在我們還不認識主的時候 在我們還是母 我們還是 母婦當中的小胚皮的時候 特別是代代基督徒 或是第一代基督徒 在我們還是母婦當中 在我們還不認識主的時候 他就愛我們 有一些基督徒 有一些木道友 他可能覺得說 哇 木了好幾年 我可能要怎麼樣子的表現 才成為一百分 我才 不說一百分 因為有怎麼樣的表現 我才可以 成為一個比較像樣的基督徒 我才可以 來受洗 但是沒有 他這邊講說 因為我是被他的愛包圍 我是被他的愛來充滿 因為這個愛 使我有一個什麼 盼望的恩典在裡面 因為這個愛 使我有一個盼望的恩典在裡面 我們剛才 剛開始前面有講到說 因為上面的屬性是聖節的 所以我要為主來聖節 因為有這個盼望紅點 所以要為主來聖節 我們可以再講到 我們的生命 如果沒有跟那個聖節 是有相伴鎖的 我有很多的知識 神學知識 或者是我有很多的教義 那也是有妄然的 同樣的基督徒也一樣 如果我是一個基督徒 但是我還是每天過著同樣的事情 那我不是跟一般沒有兩樣嗎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盼望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要說為主聖節 上帝是聖節 但是賢全民 但是上帝愛我們 透過耶穌經 但是我們在這個盼望恩典之下 我們能夠做什麼 就是為主來聖節 那我們也可以說 在這個盼望的恩典當中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在這盼望的恩典當中 他十三節講的 約束你自己的心 約束你自己的心思意念 他這個盼望若有帶聖節的話 其實他們 在那個時代 穿的衣服可能是比較寬鬆的 那他是怎麼樣子 當他有一個約束己心的時候 他那個約束的意思是說 把那個桃子都整理好 一個很謹慎的動作 而不是這樣子飄蕩蕩的衣服 而是一個把它處理好的 把它放好 放在你的腰間當中 把它整理好的樣子 準備是隨時可以行動 隨時可以出發一個 謹慎自自守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盼望的恩典 是不是為主聖節之道 有一個約束自己的心 有一個謹慎自守的心 還有一個是什麼 聽話的耳影 那時候我們怎麼樣子 我每個禮拜來教會 但是我這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的聚會 往後出去往後 這上帝的話語 基督徒的時候 就在於我沒有任何關係的 但是沒有 因為這個恩典 要幫助我們 每天成為他屬靈的 而你幫助我 就如同第三次世界講的 你不要回在 回到過去 那樣的信仰 昏昧的樣子 再來第三個 也就是這個盼望的恩典 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 我們信慰他 怎麼講 很多的基督徒 把信慰這兩個字 當成是舊約的觀念 因為舊約是比較嚴格的 特別我參加那個 送恩小組的一些姐妹 他們的查經 他們剛好讀到一些集結 是非常嚴謹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 新約了 所以我們可能 我們基督會認為說 新約了 新約 因為耶穌基督來 耶穌基督的恩典 所以耶穌基督愛充滿我 因為這樣子有可能 我就是過著一個 我們暫時說的一個屬於 貧乏的生活 沒有 在這裡還是一樣 是一個保持 從舊約到新約 敬畏的態度 甚至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昨天剛好也有聽到 一個例子 可能他的代代信仰當中 他的上一代 沒有給他一個好的典範 他請疑問了 懷疑信仰 或是咬牙切子 但是我們從我們這邊 剛才我們一起讀的 跟長老一起讀的經文 我們有提到說 其實列祖的信仰 或者是從前還不認識主 我們祖宗的 所流傳下的文化 或是我以前 我的父母信仰 那不能夠成為 我現在去追求主的一個 理由或藉口 我們要相互鼓勵 我們在主面前 我們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們都有第一代的熱情 我們都有第一代的信仰 在我們的裡面 同時我們也要講說 我們敬畏神 但是上帝 不是用嚴密的眼光 控告我們 祂是用蠻有慈愛憐憐的方式 來引導我們 每一天的幫助 每一天的需要 像我們的 耶穌承認我的軟弱 祂每一天的幫助我 引導我們 祂不用嚴密的眼光 看著我們 我們可以講到說 欸 我們 像我個人我喜歡吃水果 像現在 如果去超級市場 現在特別是這個 四者很漂亮 我們都講說 我們有盼望的恩典 我們大概講 我們有盼望的恩典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要為主聖節 要約束自己的心思意念 做聽話的兒女 要敬畏他 不是在舊約敬畏他 也不是我的列祖敬畏他 那我承襲他的信仰的秘密禮 就慢慢的敗壞這個家業 沒有 我們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那同時我們要講說 欸 有時候 用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選東西 比如說我們拿水果來比喻好了 我們選東西 我們都喜歡選最好 最棒的 做為我們的虛擾 有可能你在當中 你會想說 我們有好的學識背景 我們有好的身心地位 被上帝使用 這個觀念 不要再拼留我們的思想 我們可能選水果 選那個 我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呢 在 格里諾的後俗他這樣講 神的律 主的律跟我們 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上帝 簡訊你 雖然我有不足的地方 雖然我還是不成熟的地方 雖然我年紀還是很小 我有很多的缺音缺點 很多的不足 但是不要忘記 從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是 上帝所檢選的 是君尊的 祭司 上帝有可能是 上帝 上帝在看的 在查驗的方式 跟我們 是非常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一切所成就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誇口 當一件事情成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誇口 因為一切都是上帝做的 不是人做的 所以我們來講說 上帝給你一個身份 呼召你 一個新的身份 因為透過簡訊的關係 呼召你給你一個新的身份 這個身份不是讓我 這個身份不是讓我怎麼樣 不是讓我得到喜樂 得到恩典 得到滿足而已 這個呼召 calling 我們講 這個呼召 也不是給傳道人 給長老 不是 是給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上帝的愛 在我的裡面 使我可以怎麼樣 使我可以去思索 我要在我的工作職場當中 我要在我的家庭當中 我要在我的家庭當中 我怎麼樣回應這個呼召 回應這個calling 我講的呼召 不是只有給傳道人 給長老 給律者 在神學院念書的人 沒有 沒有 我年紀大 我能就是被上帝使用的 我軟弱的 我沒有好的學識背景 我能是被上帝使用的 我能是被上帝使用的 因為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前逸 監選上帝的作為所成就 上帝自己調度萬有所成就的 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透過這個經句 特別這一段經文 特別是這個經句講的 是在教育就約裡面 也有提到 他說 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 而且是怎麼樣子 是聖節的子 我們可以說 我們準備用什麼方式 當你離開這個聚會的時候 我準備用什麼方式去榮耀祂的名 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愛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到你在 傳講聖節這個訊息的時候 主 孩子甚至有時候 我們有 不逃你喜悅的心思 異念在你裡面 但是主 因為你的恩典 因為你的生命 是我們坦然無懼的 來到你面前 主幫助我們 在你聖的引導當中 使我們能夠知道 如何敬畏你 也知道我們在你裡面 何其的寶貴 何其的特別 因為我們在你裡面 有一個寶貴的身份 不是我們外在的奴隸 外在的身份 背景 那是你單單看中 我們內裡的行為 你創造我們 一個尊貴的身份在裡面 主幫助我們 每一天 活出你榮耀的方式 來榮耀你的名 謝謝你 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命祈求 Amen